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抢先一百秒 谢谢 欢迎我们的挑战选手侯晓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西省近城市 则州县的侯晓 人说山西好风光 希望大家到我们山西做客 来 有请我们现场的观众 为侯晓的抢先一百秒表演投票 谢谢 抢先一百秒九十一分 获得了额外的五分加分 谢谢 厉害 刚才大家听到 这抢先一百秒的这个唱的音色 因为在座的很多黄金评审 他们都是专业的音乐人和歌手 所以他们可能听得到他非常专业 唱得非常好听 这和侯晓之前的经历有关 人家是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音乐系的研究生 而且曾经在之前的总政歌务团 担任合唱队的工作 其实在文工团是圆了我一个梦 因为小的时候爷爷是当兵的 是军人 然后爸爸妈妈就特别喜欢唱红歌 然后我从小就耳濡目燃 也特别喜欢听红歌唱红歌 渐渐地也走上了音乐的道路 然后就特别希望有一天 我能穿着军装站在舞台上演唱 那直到闭了业以后 有一个机会 那个歌舞团发出了一个向社会展 公开招聘的机会 对对对 当时我觉得我圆梦的机会到了 但是和之前你的工作 包括你学习的专业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对吧 对对对 以前你一直是做独唱演员 对 但是那一次文工团的公开招聘招的是 合唱队员 合唱队员 但是这个军装的梦想 我觉得唱什么都没所谓 只要能站上那个舞台 对 搬上军装 但是走进合唱队以后 唱合唱 合唱 独唱 当然是有区别的 独唱呢我们讲究的是 个性 你得让别人记住你 没错 但是唱合唱呢 你就得有牺牲精神 你不能把你自己的个性展示出来 你就得收回去 声音要和谐 对 要和谐 要统一 我就说到这儿 其实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 就是在咱们黄金的现场 这么多就是能歌善舞的朋友 我们为什么不能组织一支黄金合唱团呢 今天正好在现场呢 要不咱们就学一学 咱们请老师给我们排一排 排排排排 有没有评审院 爱唱歌人太多了 这控制都控制不住呢 来 有请 有请 非常激动 女士们 先生们 我们的黄金合唱团 现在马上就要成立了 咱们就女士在前面 男生在后面 我们用鼻子吸气 然后用嘴吐丝 吐丝的时候 说丝的时候 说丝不是真的吐丝 说丝 丝的时候你们自己感受一下 小肚子是不是慢慢地变小了 好 我们接下来把丝换成呜 鼻子吸气 跟着我的节奏一起来 来 吸气 老师好严厉 好 我们这个姐姐表情特别好 排练的歌曲啊 非常简单 生日快乐歌 生日快乐 别看它简单 我们要分成三种 不同的形式来唱 我们把刚才的呜 呜一遍 生日快乐歌 来 一走 给个吊 给个吊 走 BEN括 Latin 好 非常好 我们第二遍 女生唱 呜 呜 呜 我们叫节奏快乐 男生在最后一个快乐的乐字 加嘟嘟 来一走 非常好 老师来给我们一个正式表演的机会好吗 那你要加入我们合唱团吗 我当然要加入 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黄金100秒到这一期 就到了九周岁零三十八天这么个日子 所以在这里呢 也提前祝我们十周岁生日快乐 好 接下来请欣赏我们黄金合唱团 为大家带来一首 生日快乐 祝我们的黄金100秒 好 Happy New Year for Happy Birthday 来 好 来 大家跟着我的节奏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走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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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进行下一项 切蛋糕 谢谢 谢谢我们各位合唱团生日 谢谢 所以看出来了 就这一个互动的环节 我知道了 原来合唱比独唱难多了 当然我知道侯晓这次来参加黄金100秒 好像家人的知识也很重要 对不对 是为了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呢 为了我的妈妈和我的女儿 为什么呢 因为从小妈妈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 首先是妈妈喜欢音乐 所以她唱歌的时候我经常在旁边听着 所以就会唱了很多很多他们那个年代的歌 以至于我就后来走上了音乐之路 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 如果没有妈妈也可能就没有今天我能站在这个漂亮的舞台上面 因为两岁的时候 刚会走路的时候 妈妈发现我走路跟别人走得不太一样 然后就带我去各种医院看 确诊了髋关节脱位 其实就是像一个脱臼 但是它是在你还没会走路之前就已经脱了 所以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就是走起路来很难看 跟正常人走路不太一样 所以及时的矫正之后就没有影响到你这个肢体的发育 对 就当时妈妈要带我去治疗的时候 爷爷奶奶就觉得 小女孩去做这个手术太受罪了 做了手术 对 做手术 而且当时那个年代这个手术是 就是先例吧 就算是一个像实验一样的 他们也不知道治疗以后会是什么效果 但是妈妈不想留下遗憾 然后带着我在省外 然后待了差不多治了两年吧 妈妈经常鼓励我的话就是 你治好了以后到学校就会唱歌 跳舞 我还真的走了这条路 所以妈妈多英明 特别感恩妈妈 对 你刚才提到女儿是为什么 是你们俩有什么约定吗 要给女儿做一个榜样吗 我想因为妈妈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也希望我能影响到我的女儿 给她做一个榜样 希望她在以后的人生路上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都能勇敢地去面对 积极地去生活 接受生活带给她所有的一切 所以身教胜于言传 所以这一次妈妈勇敢地决定 来黄金100秒的舞台上挑战 也给女儿做了一个好榜样 在登台挑战之前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拉票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这是一首轩草花 我的女儿非常地喜欢听 然后轩草花的花语 也是妈妈的意思 所以也献给我的妈妈 也献给我的女儿 女儿替妈妈开了个先锋 这个视频是女儿先唱的 做一个好榜样 准备好了吗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黄金一百秒 倒计时开始 高高的青山上 轩草草花开放 这一朵送给我 小小的姑娘 把她别在你的发上 碰在我心里面 陪着你长大了 在看你做新娘 如果有一天 最后一天 心事去了远方 摘一朵花瓣做翅膀 领着风飞扬 如果有一天 懂得忧伤 想着她就会有好梦一场 高高高的青山上 轩草草花开放 陪着你长大了 在看你做新娘 接下来有请我们现场的黄金观众 投票 投票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弹幕 专业的嗓音 温婉的气质 加油 非常温柔的声音 女儿好可爱 接下来我们一起 看节目 黄金打幕 请升级 来吧 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 321宝箱开启 挑战成功 谢谢 祝贺侯晓 黄金100秒钟的时间 挑战得分 97分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评审 你们辛苦了 谢谢 很韩爷 我们 petrol的时间 我们转过来 谢谢